你現在看不到我的螢幕 我現在再打開PowerPoint給大家看 看不到PowerPoint嗎? 看到了 上一堂我們就講了什麼叫做身份認同 這一堂我們就講究竟那個身份認同有什麼重要性 好了 我們很快地重溫一下 身份認同就是我們對我們自己的身份 有多大的歸屬感和對自己的身份的肯定 就是說 例如 身份有些是與生俱來 我們沒有辦法改變的 例如我是爸爸媽媽的兒子 如果我有我的身份認同 我們會形容它是高還是低 我們未必會用有和沒有的 因為它不是0和100 這樣給分的東西 我們可以有很高的身份認同 或者很低的身份認同 上一堂我們就講了身份認同是為什麼 這堂我們就講什麼呢 那身份認同究竟有多重要呢 或者另外一個說法就是 為什麼我們要學身份認同呢 因為身份認同有一個重要性 那它有什麼重要性呢 如果你在WhatsApp 已經看到了 或者說話給PowerPoint 那裏有什麼 好了 原來身份認同的重要性呢 第一個呢 我是從個人看 好了 原來我們在這個過程裏面 如果我們其實是我們在講我們對自己的認識 我們對自己有多少的認識 就是一個身份認同來的 好了 這樣呢 這一個呢 是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 讓我看一下 好了 價值言光筆 好了 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 為什麼你傳給我們韓國健武 什麼啊 你傳給我們韓國健武這件事 那有了 我要不要上課講 讓他自己看就可以了 好了 它會影響我們行事的 那你記住一個重點就是 你很認同你的身份的時候 你才會確認得到 為什麼你有一個價值在這裏 例如 你是如意學生 如果你很認同這個身份的 你不論在認知 在情意和行為 這三個層面上 你都充分表現出很高的身份認同的話 你就會覺得你在學校會很重要的 我每一天都需要很勤力地上學 因為我在一個團體裡面是十分重要的 這就是你身份認同 那身份認同 另一個重點是什麼呢 就是可以幫我們找到自己的社會定位 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你知道自己 究竟在這個社會 你是有什麼用 可以做什麼 好了 例如你是如意學生 如果你對這個身份認同很高的話 你就會知道上學的時候 究竟我應該做一個什麼角色 我的身份是如意學生 而我又很認同這個身份的時間 你就會做一些配合這個身份的事 例如 準時上學 準時交功課 尊重老師 這些是學生身份應該做的行為 如果你沒有這個身份認同的話 你可能會有一個情況就是 為何要準時上學 我上學就上了 又或者你上學 我上學的原因 不關我什麼如意學生的事 是因為我一不上學 就跑來煩我 我為了不想讓他煩 所以就上學了 這個就是 雖然兩個同學 都是準時上學 但是一個身份認同很高的同學 他上學的時候 他可能會想 學校需要我 我有在學校的存在價值 所以上學 第二個就是 因為我在學校 我很知道自己的定位是一個學生 我需要 我需要 守校規上學 雖然兩個同學 他們都是上學 一個是因為有很高的身份認同 而肯定了自己的存在價值 和那個地位 所以去守校規 而另一個就是 可能是純粹怕了一些校規的懲處 而遵守校規 這個就是個分別 就是一個被動的主動 是的 一個被動的主動 好了 如果我將這件事 我換下去唱國歌這樣計 好了 我要一個人唱國歌 如果我用刑罰的方法 可不可以 可以的 舉例 就是唱國歌的時間 你不起來 就 我訂立一個罰款 舉例是這樣的 然後警察見到你 就可以抓你 那這個是不是一個被動的方法 那如果我剛才 梁志圖所說 如果我將它變成一個主動的話 那怎麼辦呢 我提升這個 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 我提升 用什麼方法呢 用什麼方法呢 就不在我們這一課裡說 當然 國民教育是其中一個方法 好了 如果有一個人 對國教育很高的身份認同的話 那他在行為層面上面 就是一唱國歌的時間 就站直一直 就哭了 是哭了 甚至乎唱到流淚這樣 那這些就是在行為 和一個情意的層面那裏 就體現得到了 好了 那 所以 第一個 我們的重要性 就是在個人層面上面 體現得到的 好了 那 第二個 在社會層面 如果 我們 好了 個人講了 如果我們講社會 就是多過一個人 一班人 好了 那如果 那個身份認同 對群體有什麽重要呢 如果 那個群體裏面 每一個成員 對那個身份認同 都是很高的 對同一個身份認同 都是很高的話 那自然就會有凝聚力 那如果 我將這個 我幫我講完後面 相反一句是什麽 如果 他們都沒有相同的認同感呢 或者他們認同的東西是很不同的話呢 那就不是一個凝聚力了 那就可能會是一個互相排斥了 舉例 香港的市民 香港的市民 可能有 我們有兩個不同的身份 我們有一個中國人的身份 我們有一個香港人的身份 那在 現在的社會情況裏面 如果 有些人 只是純粹認同香港人的身份 而不認同中國人的身份 又或者 另外一邊的 另外一些人 他 認同 中國人的身份 多於認同香港人的身份 那這兩班人可能 在一個 在一個 價值觀上 就會有些不同的了 那就會令到社會 互相排斥 缺乏認罪力 如果每一個人 如果每個人都認同自己的身份 就可以令到那些人 為國家為社會貢獻 好了 那這裏解釋了些甚麼呢 這裏解釋了些甚麼呢 為何擁有相同的身份認同的人 他們聚在一起的時間 他們的行為會很一致呢 這裏解釋了 原來一些有相同的身份認同的人 如果他們走在一起的話 他們是會成為一個群體 成為一個群體 從而作出一些群體性的活動 很極端的例子說 其實 犯罪集團都是這樣的 例如犯罪集團裏面 他們每一個人的身份認同 都是 我就是要為了幫 這個團夥裏面的 那個 首領 去賺錢的 這樣 那就可能 因為這樣的原因 而很團結地去做一個 作家犯科的事 那 市民對身份認同 可以幫到公民參與的 好了 其中一個例子 我們剛剛那次的區議會選舉 不是破了紀錄的 那個投票率 那個原因 那個原因 就是一些選民 他們對選民的身份認同很高的時間 他們就會走出一個相同的行為 那個就是走出來投票